看台中市的东区有两座公园 花了两千多万元才盖好 但是还没有等到验收通过 这个地点竟然又被变更为商业区 公园差一点就被拆光光 而在整个变更的过程当中 市政府相关单位是浑然不觉 如果不是内政部把案子退回 那么两千多万的公筒就要人间蒸发了 东区乐业国小旁 台中市第五座宠物公园 公园里有沙坑 有宠物运动设施 今年五月已经完工 花费三百多万 宠物公园旁边 另一座较大的公园 则是要让一般民众使用 花费一千六百多万 两座公园花了两千多万 都还没有开放 却差一点被全部产品 台中市建设处去年争取中央 扩大内需补助 盖了这两座公园 民众都还没有机会使用 市政府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 却在七八月通过 要将这个地方变更为商业区跟停车场 如果不是内政部要求先跟原地主台塘沟通 在十月份将案子退回 这个花了大钱盖的公园 可能无声无息被拆掉 两千多万的公筒就此蒸发 如果两个单位的联系够好的话 应该是可以避免 台中市政府坦诚疏 也强调既然发现错误就不会将公园拆掉 不过市议员进一步质疑 在偏僻地区开闭公园 使用率低 也容易形成治安死角 这一笔钱该不该花 花得对不对 审计单位跟监察单位 应该主动调查 记者一门来世界台中报道